去年10月和宋慧乔结婚的韩国大事男演员宋仲基 9月1日下午在首尔庆熙大学平和店 举行出道10周年的粉丝见面会 这也是他结婚之后首度举办见面会和粉丝见面 当天活动上宋仲基以一头卷发的新造型亮相 刚一出场便远不住落泪 表示很感谢大家前来捧场 并接过主持人送的10周年奖杯 而大会还特意准备了蛋糕并且献上鲜花 祝贺他出道10周年 另外宋仲基的老友李光珠 更以神秘嘉宾的身份惊喜献身 并几场大爆宋仲基在喝醉酒后会跳舞的秘密 当主持人问宋仲基最想从李光珠身上去掉的三个魅力时 宋仲基则连着说了三次身高 又表示有机会是想和对方一起主持电台节目 之后两人更玩起了VR游戏 宋仲基玩的是海盗船 而李光珠玩的就是过山车 场面搞笑 此外台上也播放宋仲基过往参演过的作品 包括电视剧《狼少年之恋》 太阳的后裔 陈军馆绯闻及电影《军舰导》等 当宋仲基看到自己在《狼少年之恋》中 身穿寒服 扎着鞭子及化上妆的片段时 也忍不住大笑 至于没能亲自到场宋支持的同门师弟 《朴宝剑》则透过短片 为好兄弟及师兄打气 引起粉丝一阵轰动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